大家好 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 在台北县的土城有一群农民 几代以来就住在一个军方弹药库的营区旁边 最近几年弹药废废弃了 居民们还来不及庆幸 从此可以生活得比较自由 政府却打算把土城看守所搬到这里 并且把附近的土地 纳入土城的都市开发计划 当地的农民坚决要守护他们的土地 但是主导开发计划的台北县政府 今年初在环平还没有通过的情况下 就试图在弹药库的出入口 发包简易的绿化工程 虽然这个动作被居民挡了下来 但他们不知道还能够挡多久 最近居民们邀请法务部长 到弹药库现场参观 希望政府能够改变决定 不要让看守所设立在这里 改变农民的命运 也破坏了这里的绿色生态 五到七月的时候 萤火虫会填在这一面墙壁上 所以你来看的时候 是这一面墙壁会发光 主城山多就是有蛋料多 饭人多 那福墓多 好像资本主义是至上 所以好像土地一定要能够赚钱 它才说有意义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这群农民 难道没有说布的权利吗 是一个湖匕所 就是和美国事务卿 资本主义了 毕竟是一个常见的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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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委員 李委員 還有所有的鄉親 大家午安 今天你很高興可以到這裡討大家記憶 我會了解大家的意思 我今天來也是要聽大家的意見 那看守所他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司法園區 其實部長你可能也不了解 之前他看守所有搬過來的時候 我們是跟他一個爭議 看守所為什麼是一個重大建設 他沒有辦法獲利到全民 為什麼是一個重大建設 你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這整片地都不要開發 當然是最好就是不要開發 以自然為原則 就是我們就是以空間再利用 然後好好的來規劃這塊地 然後照顧整個台北市 那你看像 然後你剛剛談到彈藥庫的再利用 你是認為我們看守所可以利用彈藥庫的地來蓋 部長你不了解 你們彈藥庫軍事用地在這個區塊裡面 它是零星的地 就是說彈藥庫的那個軍方的地 民間的地 軍方的地 民間的地 它是錯綜複雜的 在法務部長王清風面前 土城彈藥庫裡的居民提出 對土城看守所搬遷的疑問 這也是雙方針對看守所搬遷 首度交換意見 當初看守所為什麼要搬到土城 就是因為他周邊已經有23萬人口 他不得不搬 土城現在也是已經有23萬人口 然後你要對全國民民說 我們土城23萬人口搬 搬多數多元搬2.3公里 這基本上是沒有人能接受 難道我們一群農民 想在這邊熱天之族的耕種 難道都不行嗎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目前 我們為什麼會反對我們的心聲 所以希望部長你能了解 我們願意農地農耕 我跟你講現在的台灣 哪裡的農民願意這樣子做的 沒有 就只有我們碑堂裡的這些農民 願意這樣做對不對 對 是不是 所以這是我們堅決的一個理念 就是說我們願意替台灣 保留一塊這樣的一個農地 好 你看手手搬到這個地方來 161公頃全部都毀掉了 綠地全部都沒有了 天剛亮映襯著逐漸繁忙的北二高 土城丹藥庫裡的生活 也慢慢蘇醒過來 天野間除了蜜食的水鳥 家禽 農人的身影也穿梭其間 邱顯輝是其中之一 他在自己的田地上嘗試有機耕作 而他周圍的田地已經大多被地主租出去 讓業者蓋上鐵皮屋 也有人要跟你輸 你為什麼不輸啊 土地就撩掉了 現在土地做成的 他都存在 那些肌皮就相當建築會去 跟工會會去 存在你以後 想要做繁榮 土地已經沒有了 我們幾十年開放了 邱顯輝八十多歲的爸爸 依然維持著多年來打赤膠翻土的習慣 一提到邱顯輝不願出租土地的事 他就一反沉默的勞刀著 这块隶属军方的勤赌营区 也就是俗称的土城丹药库 是土城皮塘里的一部分 民国44年丹药库进驻 被军方列为红线管制区 成为觐见献见用地 比军方更早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农民 从那时起必须与军方在园区里共同生活 他们的生活起居也连带受到管制 直到民国90年 这条红线才开始撤除 这是哪里 我们的秘密花园 我们花园里面 这个叫以前是我们一区一排的排布 这间是厨房 他也是一个办餐厅的 隔壁这间是他的福利社 这边是他的厕所 福利社的餐厅都在这边 你们小时候会来这里玩吗 偶尔会 因为如果圈着你过来这边的话 他会让你进来 他比较没有防备 那我们就有时候进来的话 刚好碰到吃饭时间的话 来来来 哪个馒头或什么东西给你吃都有这种现象 这个鱼鱼你看看 你看看 像一个心 那家的那一堆像一个心里 那平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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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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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都成为一份怀念 生活在这块常年被军方管制 七年多前才开放的园区里 每一个人彼此都认识 原本以为拿掉军方的红线 这群人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 不过前方的道路依然举步维艰 炮管 炮管座的株式 土层山多就是有淡料多 就是我们这边有四座库房 范园多 有土层看守所 那伏墓多 板桥市的公墓 在我们土层市 但很不容易现在目前我们要把 弹药已经撤走 已经少了一多了 伏墓已经有公告说要搬迁了 唯独看守所 他说宪政务说要把土层看守所 搬到土层弹药库这边来 在弹药库居民的邀请下 主导土层看守所 半天道土层弹药库计划的台北县政府 第一次以公厅会方式 出面说明看守所潜入后 园区里可以进行的开发方案 我们看到的有绿色的正規範 正規範是被我们优先保存起来 作为所谓的一个生态自然公园 的地区 这个公共都没有这种土层区保抑 这里为什么说三十 这些地方都没有用 这种困难 这个由土层区保抑 看后我们看到黄色的部分 这部分就是我们配合 周边这里这样的廈杉区的发展 这里大概我们初步规划 这里是以住宅区为主 并未必必 就說台灣的他就要他就要他就要多一個人 要有一萬一千的人 他這個土地府在裡面外面 只有他都用功 有些人要去學校 這裡我們希望是說 如果這裡假設他有居住的話 這些學頭他能夠在這樣子的 像是地小學一樣的營業 這部分能夠在他自己的設計裡面就好 現在旁邊就已經有一個獨層波箫 而且代表現在生育率是越來越低 你們確定說蓋了生育小學之後 他有一個效用在那 就這樣子的範圍 身上這裡已經是所謂的一個 山坡地的地帶 那這裡未來他不太可能 旁邊再作為所謂都市發展的用地 的確好是說 後續如果開所所真的會到這裡的話 他不會用因為像現在的開所所 因為周圍發展 他可能又要面臨再一次單線 所以我們把他進來化成 最對地的這樣一個區位 我看起來是角色目的跟價值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就是一個角色目的 所以我必須用這方式來做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概念就是說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還是要更新的 達成決議那就是唯一的方案 有跟沒有就好 有跟沒有就好 公聽會上居民與台北新政府 雙方針對看守所搬遷到彈藥庫的開發案相互攻防 不過面對半遷必要性的質疑 縣府只說這只是執行前朝的政策 那這個案子基本上它也是95年11月 大概蘇前院長他在過程當中 他考慮到就是我剛才特別提到 簽建但是他更考慮到說要簽建之後 要用所謂的大土城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然後透過跨議整合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剛才特別提到說 其實那個是案子在他一開始的動機 跟最後的過程當中所應用 有些案子是我們一開始 發現他還哪有還哪有 但是我們希望決策來支持 有些案子是決策切入 那我們慢慢去發想這樣子的一個落子 所以那個角度是不太一樣的 1994年國內東地市夜龍集團 共同提出台南七股 濱南工業區開發計畫 打算填海造陸 嚴重威脅臨近工業區的 黑面疲露主要棲地 經過13年的環保抗爭 總算擋住了開發案 在十幾年前二十年前 誰聽過黑面疲露 沒有人聽過的 那有誰能夠想到說 191隻沒有聽過的鳥 擋住好幾千億的開發案 沒有人想到的 那現在黑面疲露已經變成 我們護照上面的國鳥了 就是你每一頁的護照 都是黑面疲露了 那現在每年有 一百萬人次到台南縣的七股西股去看黑面疲露 但是如果 你很偷懶 你就放一個鋼鐵廠 放一個石化廠 你很偷懶說 我只要做一個洞大建設進來 地方就會繁榮 回到土城這個地方來看 土城 以往大家想到土城就是看守所 舊彈藥庫後面一整片的山坡 都是非常珍貴的 那我們如何去好好的運用這些生態的資源 扭轉土城給人的印象 看到就是 台灣有空地大概就是停車 我們這邊人是覺得很習慣 因為以前出到這邊 幾乎到處都是這些植物 這邊最漂亮的是 五到七月的時候 晚上你要晚一點喔 大概七點到八點的時候 螢火蟲會填在這一面牆壁上 所以你來看的時候是這一面牆壁會發光 這裡大部分螢火蟲主要是生長在水溝裡面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下水溝 你可以看 那當這裡的螢火蟲它自己會靠近你 所以你不用去追它 廖從賢從小在彈藥庫裡長大 平常他是一名飛機維修師 假日如果有民眾到彈藥庫參觀 他就負責當導覽解說員 很多人很多人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 我賺了很多錢以後 你都問他說 你的願望是什麼 他跟你講 等我賺夠了錢以後 我要去南部 我要去南投 我要去花東買一塊地方 我要自己蓋房子自己種田 你會突然已經覺得 其實我現在就是過這種生活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都是鑿山洞的 它本來是一座山 然後它就是鑿這個山洞 變成一個庫房 然後這個是平面庫房 這個是平面庫房 它這個庫房是都在 最後一起是在民國七十幾年建的 2月17日 法務部長王清風到土城彈藥庫 與居民交換意見後 隨著居民到營區 這是他第一次走過這塊 引發爭議的土地 因為當時是在那樣 讓你們做好多苦 但是它現在 它有一點歷史的背景 其實它是有一個歷史的價值 那你說現在北台灣 哪裡還有這種軍事種地 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對我們小孩子 當然是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它能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 對啊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的彈藥庫都打掉了 那北台灣就剩 這個是最後的一座 那這個東西 或許它可以打掉 蓋成移動商業大樓 可是對土城來講 它並沒有辦法創造太多的效應 可是當這邊它被保留下來 它可以是被 外面的民間團體 它可以被自然團體律用的時候 那感覺完全不一樣 就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感情 對這塊土地有感情 我也知道 那現在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給你任何從業 因為都市計畫不是我的權責 對 好 那麼我們法務部本身 我們不把這裡當作唯一的選擇 我們再去尋求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好 這樣子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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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彈藥庫 看守所有來卡位 什麼時候才能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以及居住環境 住在土城彈藥庫裡的皮躺裡居民還在等待 也希望在開發之外 可以有更好的方案 開發是不是非得透過新建的手段 凸顯自然的價值 算不算是另外一種開發的方式呢 休息一下 繼續來關心土城彈藥庫的故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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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謝謝